过去台湾的电子业 一颗苹果真的是贡献了 所有电子厂商的这些业绩 但是今年来苹果供应链 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就是路径抬退 像刚才冠青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要去美化 然后要规避美国的法令 所以呢 苹果想要在大陆 扶植出来自己一条的供应链 的确没有错 事实上在过去 我们就有在这个节目 跟大家提到过 这路径抬退的问题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这个力讯 力讯跟戈尔到越南 设了一个厂 说未来要在越南去生产 这个AirPass 对不对 那我想这已经是很 应该说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 当然到这两个礼拜 演进了越来越严重 对不对 从这个上个星期 我们知道这个和硕 最后去把这个凯胜吃下来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和硕吃凯胜为什么 但是我们不要在这边乱拆 我们知道在心里面就好了 那这个礼拜 应该说最大新闻 就是可乘的泰州厂给卖了 我想这等一下 有机会再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反正呢 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的路径抬退之后 对不对 整个力讯大联盟 因此就成军了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讲到 其实这是苹果的两手策略 美国有关税 对不对 那你呢 他又怕中国大陆 得罪那些中国大陆厂商 他把所有的产业链分为两块 一个中国的 我在中国生产 或在中国附近生产 然后呢 如果不是中国的 我想呢 我请别人在印度生产 所以现在苹果也请鸿海啊 请这伟创在印度加码投资 所以我想也不能说谁对谁错 但是呢 事实上呢 这是一个产业链 做一个二分法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那我们台厂的一些因应策略 我想说真的 这一次最惨的 大概就是可乘吧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讲到可乘 其实可乘 它是相当的无奈啊 那当然也可以一个方式叫什么 转型往高毛利的产品 事实上呢 我刚刚有偷看到这个 这个明哲 他等一下讲的一个自驾车 为什么大家拼命要投资自驾车 因为他叫做高毛利产品 对可乘 不要说可乘 可乘说他要投资车用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广达 广达苹果的这个苹果表 他懒得做了 我去坐自驾车啊 我才不想坐你苹果表 结果广达他一样活得好好的嘛 所以未来也是怎么样 这些公司啊 他会往高毛利产品 那当然另外一个方式怎么样 没有办法 我打不过他就加入他 对我加入他嘛 对不对 就跟这个以前 在NBA里面那个杜兰特一样 我打不过勇士队 我加入勇士队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看到打不过多加入里面 最明显的是什么 伪创的厂卖给力讯 对不对 卖厂之外 他又入股力讯 没有关系 我厂卖给你哦 但是你未来 因为我们这个厂已经生产了很久 不管赚多赚少 未来你呢 如果赚了很多的时候 我也分一杯羹嘛 对不对 合硕也入股力讯 当然现在我们刚刚讲到 合硕他现在跟你解释 他把凯胜收回来 重新整理啊 跟这个力讯没关系 但是没有人相信嘛 对不对 那我们也不要多讲 多讲到时候 说我们制造谣言 合硕入股力讯干嘛 觉得力讯很好吗 那为什么不入股红凯胜了 对不对 这很奇怪的事情嘛 而且入股的一个股金啊 其实伪创卖股 伪创卖场入股力讯的一个股金呢 之前有人家有写过 两个几乎等于完全一样 所以呢 这好像就是没关系 左手换右手 没有错 我加入你嘛 对不对 那合硕 当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他未来是不是真的凯胜卖给力讯 或者卖多少钱 可是呢 他也的确在这个时候 他公布他入股力讯了 对不对 我们刚刚提到的凯胜由合硕收购下市 当然市场去猜测 我先提到哦 猜测不是真的哦 对不对 为了处奔加善厂来铺路吗 因为凯胜的最大厂 在做这个手机机壳 相对其他机壳的部分 叫做加善厂 过去投资了很多钱 好像没什么结果 对不对 那可成开收场卖给蓝丝 我们来看下一页 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 可成是很无奈的 为什么 苹果年年砍价 又去寻求第二第三供应商 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机壳供应商 也上来了哎对不对 所以他每年跟你砍价 而且搞到最后你知道 今年第一季可成的毛利率 剩百分之二十几 以前都是三十几百分之三十几 甚至到百分之四十的毛利率哦 那今年iPhone的占比啊 之前报告就写了 减嘛那干脆干嘛 我干脆卖你好了 蓝丝你要做 给你折货啊嘛对不对 泰州厂占了可成四成的营收 那我们来看这下一页 那红董事长事长有提到过 对不对 他说未来的转型是什么 他说过去30年 是纯金属机壳制造厂 未来还是怎么样 notebook平板 所以他不是完全退出苹果链 苹果的notebook 苹果的平板的一个机壳 事实上可成都还是有接到订单的哦 而且呢他告诉你 未来营收这四成 会有一段时间比较低 然后呢为了彻底转型啊 这是要所谓的什么 必经的阵痛期 必须要重新来整理嘛 对不对 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那我们来看这下一页 事实上也包括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力讯在做什么 你力讯真的是一家很厉害的公司 他现在市值已经远远高过于红海啊 当然也是跟中国大陆资本市场 有很大的关系 对不对 他之前来干嘛 现在跟力讯整合的最 应该说整合的最麻吉的 就叫什么 这家公司叫5457的宣德 对不对 那最近你看到 因为宣德股价到100多块了 100多块之后 这些外资啊 就必须要去看看 他公司到底在搞什么鬼了嘛 对不对 那你看到他股价到100多块之后 这应该在这一天吧 外资忽然在出报告 隔天涨停 连续两根涨停 这一天135也是涨停板 不过连续的三天呢 事实上都是黑K 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用担心啦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报告怎么写 这篇小模的报告 他跟你讲什么 他说AirPods iPhone跟其他硬体 跟USB-C啊 就所谓的Type-C的一个连接器 的需求会增加 对不对 加上力讯的强大后援之后 他还怎么样 掌握了所谓的模具化 模组化 自动化来创造 他怎么样 创造一个领先的良率 这些都是小模所写出来的东西 也包括呢 这个小模 他把这个力讯 他把这个宣德的营收获利部分 我说真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估出来 不过 真的很夸张啊 你自己看一看嘛 2019到2022年 年合部的成长率什么 上看33% 41% 对 71% 预估2022年到2020 2020到2022年 怎么样 4.6 7.3到10.9 有这么好吗 这是他写的报告 但是我说真的 我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 不过那篇报告 我告诉你 他不是乱写的 他足足写了38页 为了宣德 这样一家这么小的公司 所以他说 他用18倍的本益比 推算出来 目标价是200元 哇 对不对 当然我告诉你 这篇报告写的相当精彩 有空 大家可以去 这个有办法去下载来看看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到 当然打不过就加入别人 像宣德这样的状况 或许对宣德以前 过去以前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以前宣德是一家 连10元都不到的股票 结果你看到 从力讯进去之后 到现在为止 他现在是百元股票 甚至如果跟这个 外资所讲的一样的话 他还有可能 冲上200元 所以我想 这或许也是 未来一个产业变迁 你需要去注意到的 一个主要的观察 好 这个产业的变迁 为什么我们常常在 周报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聊 这些产业的变化 这个台面上的故事 还有台面下的故事 这就是牵动股价 变动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自驾车